第1048集 可能是吧 等会尝尝便知道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嘿嘿 美女 你看美女啊 十点钟方向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一边的梁峰突然兴奋地拉着叶浩轩 拼命地扭着她的头 向另外一边看去 叶浩轩也顺着两人指的方向看去 她的心头不由的一阵 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 当看到这个女孩的面容时 叶浩轩不由自主地呆住了 这个女孩很熟悉 冥冥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 把自己和她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自己与她之间仿佛有着千丝万缕一般的联系 叶浩轩苦苦地思索 想从记忆中找到一些关于 眼前这个女孩的东西 但是不论她如何努力 脑海中的记忆 就好像是一团团的碎片一般 始终无法拼凑起来 看着女孩渐渐地远去 叶浩轩的心中涌起了一阵失落 她觉得 她好像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般 你们不知道是谁吧 那可是养生善访的大老板 薛听雨呢 也就是她半个月前把养生善访 开到美国来 女强人呢 刚跑回来的枝白看着薛听雨的背影 薛听雨 薛听雨 叶浩轩难难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她的神色有些出神 好了 看看就好了 这种女人 我们也只能看看 没可能做朋友的 枝白有些遗憾地说 哦 我已经找好位子了 包厢是真的没有了 但是我的朋友说 有预留的位置 可以先给我们用 走吧 还是二师兄有面子 走 我们去吃好吃的去 师兄弟几个站起来 梁峰一把拉起了叶浩轩 向养生善访里走去 叶浩轩深深地看了一眼 越来越远的薛听雨 他回过头去 仿佛是心有所感 就在他回过头去的那一瞬间 薛听雨也是默然回首 但是他只看到了叶浩轩的背影 两人就在这一晃时间交错而过 薛总 怎么了 跟在薛听雨身边的原心 诧异地问道 那个人的背影 好熟悉 薛听雨看着叶浩轩的背影 有些难难地说 好像他 薛总 你想多了 原心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也知道叶浩轩和薛听雨的关系 就在两个月前 叶浩轩远赴美国的时候 因为飞机失势 到现在是音讯全无 这所有人都找疯了 但还是没有一点关于叶浩轩的消息 他就好像是凭空失踪了一般 当时的薛听雨 在美国着手发展善访 在得知叶浩轩出事以后 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叶浩轩一定还活着 但是叶浩轩到底在哪里 确实谁也说不清楚 但他固执地认为 叶浩轩活着 所以说他动用了所有的资源 在美国Z州成立了 养生善访 用他的话说 万一哪天他突然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养生善访 就像是看到了家 是吗 或许 真的是我想多了吧 薛听雨看着叶浩轩的背影 消失在自己的眼前 他回过头 缓缓地摇摇头道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 茫茫大海 他就算是游 也游不过来的 薛总 你放心吧 叶医生以前经历过的事情 比现在严重多了 在我眼里 他就是打不死的铁金刚 这一次也一样 他不会有事的 原心知道薛听雨的心情不太好 但对此他也毫无办法 只得安慰薛听雨 但愿他 吉人自有天下 薛听雨微微地摇摇头 他叹了一口气 和原心一起向前 继续走去 薛总 你要在美国待上一段时间吗 原心问 不了 后天回国 我要发动一切资源去找他 我不相信 他就这么没有了 薛听雨幽幽地说 虽然这里规定的 不预定包厢位子 但是华夏人做生意一贯的作风 他们总会留一些位子应急用的 恰好知白认识这里的经理 两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所以说他很快地就找到了一个位子 而且这个位置 还算是不错 几个人点了满满的一桌子的菜 这个是猪心汤吧 许若梦盛了一碗汤 尝了一下 他瞬间便尝出了味道 是啊 这就是猪心汤 不过这里面 这个汤里面加入了至少十几味的中药材 所以很具有养生的功效 温馨润肺 对于心脏病的患者 有很好的疗效 知白笑道 但是外国人一直是接受不了动物的内脏的 他们认为动物的内脏是很脏的 叶浩轩有些不解地说 难道他们现在转性子了 这倒不是他们转性子了 而是养生善访的魅力太大了 这种汤对心脏不好的人来说很不错 所以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这种美味 又能治病的东西 知白解释道 我以为老外们的性子都很任性的 他们说接受不了就是接受不了 但是今天看来也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来也能被掰弯呢 叶浩轩笑道 那是 他们也不是不能接受新奇的东西 虽然他们对动物的内脏有些抗拒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却很关心 而且经过美国饮食协会 以及医学协会的鉴定 这个地方的菜的确很具有养生的价值 所以他们很欣然的就接受了这里的东西 知白道 来 我们今天为了小师弟的到来 干了这杯酒 欢迎小师弟成为我们诊堂的一员 许若梦举起了一杯酒道 欢迎小师弟 大家一起站起来 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叶浩轩有些感动啊 这些人与他并不相识 但是却能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他 他们为他做的 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谢谢大家 从今天开始 我是叶浩轩 但我不是以前的叶浩轩 不管我以前有过什么 或者说在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会忘了他 我会在诊堂里面好好地生活 和师父学医 多谢大家的关照 如果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先干为敬 叶浩轩举起了手中的杯子 一影而尽 大家也纷纷地干了杯中的酒 许若梦 皱了皱眉头道 竟然是白酒 梁峰 你又看我 你知道我不喝白酒的 放心 师姐 这种酒 是不醉人的 这是来自华夏的养生酒 这种酒 在华夏卖的都卖火了呀 在我们这里也很火 但是因为货源一直很紧张 要不是我找关系 恐怕这瓶酒都弄不出来呢 知百笑道 好像是 与其他的白酒 味道不太一样啊 许若梦品了品其中的味道 只觉得味道不隔喉 而且入腹后感觉到小腹上 有股热烘烘的感觉 当然 这种酒可以放开了随便喝的 一点也不会伤身体的 知百微微的一笑道 好 那今天我就破例一次 许若梦笑道 然后坐下来 这里上菜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上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穿着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 女人不到三十的样子 皮肤很白净 她就是唐人街养生擅访的负责人 李静 大家好 对这里的菜还算满意吧 李静笑呵呵地走上前道 静姐 知百连忙一抹嘴站了起来 她笑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静姐 是养生擅访的负责人 要不是她 我们恐怕还要在这里 等上几个小时呢 谢谢静姐来啊 你可是我们的贵人呢 众人纷纷地站了起来道谢 大家客气了 我母亲以前身体不太好 多亏了小百 也多亏了一诊堂 不然的话 我妈也不知道 要在医院多花多少钱呢 李静笑道 静姐 我们一诊堂就是看病的地方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许若梦笑道 你们一诊堂的医术 在我们唐人街 已经算是一块活字招牌了 大家在这里吃好喝好 我先去忙了 有什么需要 随时可以叫我 李静笑道 行 静姐 你忙去吧 不用管我们 知百笑道 感觉静姐为人不错呀 知也道 是的 为人不错呀 他和我老家是同一个地方的 平时他母亲的身体不好 经常到我们诊堂去看病 不过我和他接触的比较多 他的能力也不错 在唐人街算是人脉很强的那种 要不我这养生善访一开 马上就找到他来这里 做经理了 知百道 这也是女强人啊 和那位薛天宇是一样的 这种女人 这让我们单身狗简直是无地自容啊 唉 知也哀叹道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自己活着的价值 你的价值就是 医好病人 至于人脉强不强 能力强不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叶浩轩微微的一笑 对 小师弟说的对 来来来 大家不要客气 你一定要吃好喝好啊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再出去痛痛快快的玩一场 知百举起了筷子 招呼大家一起吃 养生善访的菜始终有种熟悉的味道 叶浩轩总是这么觉得 但是他的记忆中的碎片始终无法聚拢在一起 所以尽管他十分的努力 想回忆起以前的一切 但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一顿饭吃下来 大家伙是九族饭饱 看着时间 还早 所以说许若梦提议 去唐人街的步行街那里看看 大家欣然同意 这里的步行街是附近最繁荣的商场 而且尤其是晚上 那个热闹啊 在这里看花灯 猜花迷 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华夏小吃 大家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师姐 我们一起去放一个许愿灯吧 梁峰对许若梦道 支柏一把拉住了梁峰 然后向他挪了挪嘴 难得是没把以前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 和小师弟一起玩得很开心 你就别凑热闹了 咱们应该给他留点空间呢 呃 这这真的吗 梁峰有些傻傻的 看着和叶好轩走在一起的许若梦 只见叶好轩比许若梦高了半个头 两人走在一起 就好像是情侣一样 哎呀 真的不真的 都没有你小子什么事情啊 退下 支夜同样是拉着梁峰 师妹和大师兄 看样子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正是需要找一个人填补空虚的时候 我看这位小师弟挺合适的 哎呀 大师兄那个人目空遗弃 他的心很大 恐怕师姐是注定要受伤的 咱们走吧 只要师姐能开心 怎么都好 梁峰摇摇头 走 给两个人多留一些空间 两人架着梁峰一起离开了 梁峰他们呢 正在默默向前走的叶浩轩突然发现 他跟前只剩下了许若梦和自己了 其余的这三个师兄弟呢 早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 他们不喜欢这里的场合吧 许若梦呢愣了愣 其实他也纳闷 那三个家伙平时最爱看热闹 但是今天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他们转性了不成 这个地方很热闹啊 也很传统 也好选小了小道 在国外恐怕也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因为现在的人都喜欢外国人的东西 相反 外国人也喜欢我们的东西 这算不上是重阳魅外吧 也属于文化交流的一种 许若梦维微移小道 就像是旅游一样 就是从自己待过的地方 到别人待过的地方去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那样能让人身心上 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道 是啊 人生在世 也就这几十年的光景 出去工作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时间了 其实大家都在同一起报信上 只是看谁跑得更远一点罢了 许若梦维微微一笑 的确 叶浩轩点点头 大师兄是谁 怎么在这里没有见到他 他 提到这个 许若梦微微地低下头 他现在出去办些事情 我不想提他 好吧 我们不提 叶浩轩笑了笑 许若梦不提 可能是因为他和大师兄之间 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 有些人 眼里只有天下 只有他的理想和大忌 不管你怎么对他 和他就像是一块木头一样 对你不理不睬 许若梦 悠悠地说 那么说 那个男人的情况 只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 许若梦看下叶浩轩 第一 他是属于有报复的男人 他眼里 只有自己的梦想和未来 在达到他的理想之前 所有的女人对他来说 都是累赘 叶浩轩笑道 另外一种 就是gay 他眼里只有男人 所以他会对送上门来的女人 不理不睬的 尤其像你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的女人 你这是损我 还是在夸我 许若梦的脸 微微地一红 随即 他叹了一口气道 他是属于第一种男人 放在古代 这种人的眼里 就只有天下 他是天宗奇才 即使是到现在 他也不是其中之物 提到大师兄的时候 许若梦的脸上 仍是一脸的痴迷 看得出来啊 这个女人是中毒不浅 他一心认为 那个男人是最好的 每个女孩都有做梦的时候 只是许若梦的这个梦 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说真的 叶浩轩真的想一巴掌打醒他 不过想想 叶浩轩还是忍住了 毕竟他还不了解 那个未曾谋面的大师兄 换句话说呢 或许他确实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叶浩轩觉得 许若梦不是那种 不用大脑思考事情的人 既然那个男人 令他那么痴迷 那只能说 那个男人的身上 一定有令他着迷的地方 大师兄去办什么事情了 叶浩轩实在是不忍打断 他这脸痴迷响 但是他还是倾咳了两声问道 因为许若梦一脸花痴响 实在是让他有些接受不了 不知道 他只和我爸长谈了一夜 然后就离开了 至于去干什么 我爸也不说 我们这些人 都显得有些莫名其妙的 许若梦摇摇头道 你喜欢大师兄 叶浩轩感觉自己 问了一句废话 哪有 谁说我喜欢他 你不要乱讲 许若梦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 尖叫了起来 他满脸通红 虽然他极力的反驳 但是他的反驳 显得很无力 拜托 你刚才等于已经说出来了好不好 叶浩轩感觉到很无语 果然啊 陷入感情漩涡中的女人 智商都不是很高的 刚才谈的那些事情 已经表明了一切好不好 下班